第十一章 烟兆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 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 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 东林渤海 西枕太行 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耕地一亿亩以上 但由于城市多 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 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 这不仅是粮食增产 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 部署河北管辖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 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第一 徐水闹剧 徐水闹剧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 属保定地区 1958年 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现份 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 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谭振林 冒着严寒来到徐水 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 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 立即给予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 谭振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 在会上 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 台谢为主 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 提出了以小型为主 以序为主 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 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 各地农村积极响应 利用冬春农贤期间 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 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 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 但是 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 却没有谭振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仁 奉命赶到徐水 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 3月14日 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 题目为 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 徐水从1957年11月起 苦战三个月 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 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 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 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新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 一 在群众高潮面前 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 二 作风战斗化 说做就做 坚持到底 三 找先进 学先进 敢先进 四 强调加强第一线 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 五 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 六 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 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 谭振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 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 十分兴奋 3月21日 他做了批示此件连同谭振林的报告复讨论 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 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 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 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 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 可以读出以下内容 一 敢说大话 如以前不敢想的是 我们现在做到了 思想不动的不动 心硬的就软 心软的就硬 等 二 大兵团作战 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 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 但在兴修水历中 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 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 他们白天赶太阳 夜晚追月亮 黑夜当白日 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 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很快转化为军事化 三 强迫命令之风 用大辩论推动建设 辩论以前 1400名民工 14天开渠300公尺 辩论后 1000名民工 三天就开500公尺 四 共产风 南龙重扇箱打井无麻 有钱买不到 发动社员讨论 各户共拿出好麻 1250斤 麻绳650条 为了解决水利物资 经过发动群众 在很短时间内 总级干部 群众 自愿投资665万元 中国读者应该都知道 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 县委书记张国中 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 他向各级干部 发出了号召 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 其内容是 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 具体要求是 行动军事化 田间管理工厂化 思想共产主义化 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 这四话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 张国中指出 要做到全民皆兵 思想行动一致 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 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充分发挥党员 团员和民兵的作用 乡 舍 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 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越境兵团 舍总指挥及司令 政委 后勤部主任等职 由书记 乡长出任 舍要建立营 连 台的组织 每个牌要有政治干事 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 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 支部书记 队长 分别任教导员 政治指导员 营长 连长和后勤部主任 后勤部负责食堂 幼儿园 托儿所 备俘厂 洗衣局 粮食加工厂等工作 乡要划分若干战区 由乡党委分片包干 张国中一声令下 各级干部闻风而动 几天之内 全县就建立了93个团 299个营 1099个连 3365个牌 有的乡还根据劳动强弱和年龄大小 组成了青年火箭牌 壮年月禁牌 妇女突击牌 少年先锋牌等名目凡多的组织 上下公要列队并喊口号行进 开工有占地动员 收工有评比总结 食堂也有原来的300个 猛增到1693个 全县在食堂吃饭的社员达 225693人 占全县人口的72.9% 一时间 徐水全县变成了一个大兵营 毛主席到了徐水 徐水的创造吸引了毛泽东 1958年8月4日 他亲自到徐水市查 人民日报记者康卓是这样描述的 人们兴奋地跳起来 兴奋地心神无主地南北跑动 人们欢呼领袖 向领袖伸过手来 毛主席不时地站住 不停地呵呵笑着 他那集中了上下古今的 劳动人民智慧的眼睛看着大家 他那大山般睽萎的身躯 和海洋般宽阔的额头 发出万道光彩 照射到每一个徐水人的火焰熊熊的心上 康卓写的报道 只8月11日才发出 其所以晚发一个星期 是因为宋中央审定耽误了时间 报道还说 县委书记张国中告诉主席说 今年全县下丘两季 一共计划要拿下12亿斤粮食 平均每亩产2000斤 张国中又说 主要是山药高产 全县共种了下山药35万亩 毛主席听了以后 不觉睁大的眼睛 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 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啊 这时候 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中 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 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 算账一般地说 你们下收才拿到9000多万斤粮食呢 秋收11亿斤呀 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 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 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 后来张国中答道 我们粮食多了 换机器 毛主席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 哪一个县粮食都多 都想换机器 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啊 李江生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 哪里用得了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 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 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 张国中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毛主席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 互相小声地说着 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 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 毛主席又笑道 多了 国家不要 谁也不要 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 主席听到那些山药 都是母产25万斤 有的计划为母产100万斤 不禁又笑问道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 怎么办呀 又对乡 社干部说 粮食多了 以后就少中一些 一天做半天活 另外半天搞文化 闹文化娱乐 办大中小学 你们看好吗 大家都说好 都听得高兴 有人告诉主席 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 共产主义红砖大学 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 笑着指点头 毛主席到了县委会 头一句话 就同省委谢书记和张副省长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理 又对大家说 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 一办就办得很多 过去几千年都是母产一二百斤 你看 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毛主席又问了问 河北省其他地区庄稼情况 又了解了一下 徐水驱东金春实现水利化 和今年抗旱的情况 最后 只是徐水县委 要早抓明年粮食规划 要多种小麦 多种油料作物 种菜也要多品种 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又说 小麦地一定要升翻 翻到一池以上 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 玉米和山药喂牲口 喂猪 猪喂多了 人民就多吃肉 徐水的粮食真的吃不完吗 实际上 徐水当年粮食亩产 最低为二百斤 最高为三百五十斤 当时有耕地八十六万亩 按三百五十斤算 总共可收三亿斤 只有张国中说的 十二亿斤的四分之一 毛泽东称赞这里的食堂 称赞这里的军事化组织 称赞这里的水利建设 称赞这里的幼儿园 这一切使他十分兴奋 他情不自禁地说 下边真好啊 出的东西真多啊 又笑着对大家说 北京就出不了什么东西 你们说 北京出什么呀 北京出政治领导 张国中说 出党的总路线 毛主席又嘻嘻笑着 不断点头 最后 毛泽东向张国中 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 据新平考证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 向一般领导干部 提出人民公社 但是 毛泽东向高级干部讲 人民公社 就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 晚上七点半 毛泽东的车队 刚离开徐水 县委马上召开了 全线电话会议 香香都在电话会议上 向毛主席宣示 保证今年粮食亩产 平均超过两千斤 保证工业的百花 也要在全线处处争齐斗艳 保证整风和思想 也一定要丰收 保证各个战线上 都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 要把天上的星星都折磨 8月5日 召开了全线共产主义 思想文化跃进大会 会后立即把全线248个农业社 转为人民公社 几天以后 又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 实行正设合一的组织形式 共产主义试点 8月6日 陈正仁给徐水 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中央要在徐水 搞共产主义试点 他对河北省委的领导人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 社会主义差不多了 第三个五年计划 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刘少奇同志指示 在徐水搞一下试点 搞共产主义 搞工 农 兵 学 商 结成一体 在农村 学校 机关都要搞 陈正仁在县委会上号召大家 要认真学习 共产党宣言 和歌达纲领批判等马列著作 深刻领会 共产主义的意义 同时 他还带来了 康有为的大同书 并将它分送给县委领导 8月22日 徐水在中央 省 地工作组的帮助下 提出了 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 草案提出 奋斗的目标是 1960年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到1963年 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要达到这个目标 就要实现 京东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 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 农村初步电气化 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 那时 人们的劳动已在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 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 石油20斤 肉类50斤 1963年 平均每人占有粮食2000斤 石油50斤 肉类300斤 棉布100尺 奶品150磅 半品800个 糖240斤 水果147斤 主要生活资料 基本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 消灭30岁以下的文盲 1963年 达到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 再过5年 或更短一点时间 即从明年算起 7年至10年内 30岁以下的人 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程度 成为专家 那时 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 逐渐消失 为此 徐水县还召开了动员大会 张国忠在会上说 什么叫共产 共产就是大车 牲口全部归工 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 其余都是公有的 这就叫共产 共产 共产 越共越好 一共就富了 有的干部还宣传 到那时候 吃什么有什么 穿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9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 徐水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 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最高先进 这就是那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自由亡国的时光 8月17日到30日 在北戴河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多次讲到徐水 他在8月21日下午的讲话说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 战斗化 纪律化 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 不提也可以 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 营 联 台 班 社大队 中队 小队也可以 实际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 8月30日上午又说 人民公社 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 团 营 联 有的地方没有 但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生产纪律化 这三话的口号很好 这就是产业大军 可以增产 可以改善生活 可以休息 可以学文化 可以搞军事民主 据毛的秘书李瑞说 毛实际是很赞成军事化的 由于毛泽东鼓励了徐水全民接兵的做法 国家决定给徐水的社员发枪 8月13日 首先在毛泽东到过的南离园 举行了发枪典礼 1100名民兵战士根据命令 坚扛锄头手持枪 跑步奔向生产战场 报道说 这些民兵两个半钟头 就除地410亩 拔草340亩 追肥95亩 生产效率比发枪前高了很多 在北戴河会议的鼓励下 9月15日 徐水县成立了徐水县人民公社总社 后改为徐水人民公社 将分配权控制在总社 9月20日 向全县发布了 中共徐水县委 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 市刑草案 规定 从9月份起 托产干部 工人取消工资 社员取消按劳取酬 对全县人民 实行15包 即吃饭 穿衣 住房 医疗 丧葬等15项开支 全有限人民公社统一包下 干部另发津贴 县级每月8元 科举级5元 一般干部3元 勤杂人员2元 与供给制相适应的 是实行公社一级核算 分配权权 掌握在公社手里 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 不仅生产资料 也包括生活资料 把集体所有制 个体所有制 全部改为全民所有制 徐水的共产主义 吸引了很多参观的人 195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 记者康卓的长篇通讯 刘少奇同志在徐水 刘少奇高度赞扬了 这里发生的事情 看到这里的秘植作物 刘少奇说 你们这种大棋子的办法不错 只要其跟其之间 有个小笼道 能进去人就行 要除草 建苗的话 可以做个寸把宽的小厨 也可以用镊子夹 刘少奇视察 风产卫星田和试验田时 鼓励他们要大胆试验 试验的东西 不要怕失败 除毛泽东 刘少奇以外 邓小平 谭振林 谭政 游兰涛 胡乔木 杨尚坤 李仙念 薄一波 邓子辉 刘博成 贺龙 叶剑英 罗荣环 聂荣真 素玉 杨成武 安子文 程自华 钱俊瑞 张鼎晨 胡耀邦 杨献真等中央领导 都到徐水市查过 此外 还有40多个国家 930多名外国人 也参观了徐水 国内有3000多个单位 派人到徐水取经 从3月到10月 全国有32万人 到徐水参观 当然 这些人到徐水后 看法是不一致的 邓子辉回到北京后说 徐水是浮夸风 共产风的典型 幻梦的破灭共产主义试验 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共产风 浮夸风 强迫命令风席卷徐水 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 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 社员们认为干活吃饭 不干活也吃饭 干不干都吃饭 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普遍存在 全县财政收入 只有2000万元 根本没有能力搞15包 原来说 每人每年发的两条毛巾 也只发一条 当年11月间 徐水县曾筹款550万元 给全县公社社员 支付过一次15包的费用和津贴 12月 又筹款90万元 挪用商业流动资金700万元 致使商业资金无法周转 以后 由于财力枯竭 供给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全民所有制带来的问题更多 全县统一核算 统收统支 劳动力和物资 全县统一调配 造成了全县的一平二调 开始 县里不考虑资金能力 办起了30家工厂 1348个小型企业 11所大学 文工团 剧团 医院也一哄而上 后来由于资金跟不上 纷纷垮台 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口号下 有些村庄将鸡 猪 树木 全部归工 把社员家里的锅杂的炼铁 户户不冒烟 全去吃食堂 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 连香香贵贵都归了工 社员说 除了一双筷子 一只碗是个人的 其他都归工了 农民修建的房屋 准备随时拆除 公社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 在很短时间内 全县就有三万两千多所房子 被拆除 除了大四个庄盖起了 三十九栋三百个居室 外观美丽 质量很差的楼房以外 其他地方基本无力建房 有的社员连过冬的房子也没有 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劳动几率化 造成了虾止和强迫命令 县委书记张国中要求 每亩山药必须达到五万克以上 达不到者受惩罚 有的社员觉得这样太密 又不敢抵制 只好在地头密植 在地中间按正常密度种植 被张国中发现后 五个小队长被绑在树上 接受现场斗争 贺骂 拳打 脚踢 然后送到监狱劳动改造 一个叫高老仙的小队长 劳改三个月就死了 1958年8月和10月 张国中搞了两次捕人高潮 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 下达捕人指标 限期完成 1958年 全县共捕4643人 其中 一些人死在劳改队里 到徐水来参观的人多 中央机关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人也多 到这里来参加劳动的干部 发现了这些问题 中央办公厅机要士 到里来劳动的干部 将所见所闻 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1958年11月上旬 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 这是纠正大跃进的偏差的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前 毛泽东就看到了徐水问题的报告 在郑州会议上 毛多次批评徐水 11月10日 郑州会议结束 毛泽东拿起中办机要士 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 所见所闻情况报告 看了又看 最后批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仙 此件是说徐水县情况的 长处短处都有 请你们研究一下 此种情况 可能不止一个摄友 批完后又加了一句 此件你们带回去 我不要了 从此徐水的报道 很快在报刊上销声匿迹 目光转向安国县 毛泽东的注意力 从徐水转向了安国 8月间 毛泽东到河北视察时 听取过安国的汇报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安国县1956年 就建立了集体农庄 并且提出了 一年建成千金县的口号 制定了一系列高指标 后来在反报禁中有所收敛 1958年听了 南宁会议传达之后 又提出了更高的指标 在传达贯彻 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以后 6月30日 召开了5万人参加的 宝奇夺奇大会 强调有了越近的思想 才有越近的奇迹 把农业生产指标再次提高 粮食亩产1500斤 争取2000斤 疲免200斤 7月 河北省委 地委先后制定了 工农业元帅 卫星标准 安国县为争夺元帅县 将指标第四次提高到 平均亩产3000斤 高出省定的元帅县指标1000斤 8月5日 毛泽东视察了安国县 来水县不服气送来了竞赛协议书 于是 安国县又第五次提高指标 将粮食平均亩产定为4500斤 棉花亩产定为400斤 争取450斤 6月30日 安国县宣布 首创小麦亩产突破5000斤 各地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人 络绎不绝 11月 安国县上报了 母产3361斤的特大喜讯 比实际母产330斤 高出10倍以上 为了强迫社员和某些不同意见的 基层干部顺从 对一些社员和干部 进行体拔和人格侮辱 有29%的公社脱产干部 有过体拔的行为 安国县还总结出一套先勿虚 后务实的经验 用狠抓阶级斗争的办法 对不同意见的社员和干部 轻则辩论及批判 重则提拔 对这样一个 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县 毛泽东只知其表面 不知其底细 他倾听了某些汇报 就下结论说 徐水不如安国 以后要宣传安国 不要宣传徐水 第二 闹剧不止发生在徐水 有了徐水这面旗帜 有了毛泽东的亲自鼓动 河北省其他地方 也像徐水一样 共产风 浮夸风 虾指挥 强迫命令风 干部特殊化风 肆虐一时 农民深受其害 大跃进 大跃退 大破坏 衡水线大搞 红旗两海 红旗棉海 红旗公路等样子工程 劳民伤财 破坏了生产 几红旗棉海就有42万亩 涉及到8个公社 404个生产队 大营公社 滑入棉海的旱地 也要做起 修拢沟就浪费了800亩地 8400多个工 这个公社的10800亩 不移种棉的地 也化在棉海内 结果 每亩只收30斤子棉 红旗两海总面积40万亩 在公路两岛 工人参观 修红旗大街 新农村 共拆民房 111户 603间 用工6万多 为了迎接参观团 吊集猪羊1200多只 结果死亡95% 修衡南贯局 造成213名民工死亡 地处内蒙高原南端的 张北县 平均海拔1500多米 使高寒地带 土壤贫瘠 气候干燥 在大跃进以前 平均亩产粮食100斤左右 在全国放卫星高潮的鼓动下 这个县提出了实现 亩产400斤 争当梁氏元帅县的口号 当时很多人认为 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县委就组织大辩论 插红旗 把白旗 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张文光等三位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 有不同看法 在一起议论过 就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 新来的县委书记 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海流途公社副书记 因为胆小不敢放卫星 也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到处贴满了这样的口号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只有低产思想 没有低产土地 天冷冷不住决心 得动动不住恒心 苦干硬干拼命干 年冬寒春变夏天 为了提高土地肥力 以实现元帅线的目标 狗打死了 猫杀掉了 抓蛤蟆 捞蝌 逮草鱼 把这些煮成汤倒到地里 还将44000斤食用麻油和牛奶 在试验田里 农民的菜缸 水缸 都被收去当尿缸 衣柜衣箱 则成为运送肥料的工具 但是 这些努力 也没能实现 无产400斤的目标 然而 全县还是放出了 无产油脉 3012斤 无产马铃薯 24000斤 无产小麦 1176斤的卫星 还上报 粮食总产量达 410735斤 人均占有粮食 1770斤 河北省各地的虾指挥 比徐水持续时间长 不仅在1958年搞虾指挥 1959年和1960年 还继续搞虾指挥 省里不顾河北不少地方缺水的现实 强行扩大水稻种植面积 1958年 完成水稻插秧面积 586万亩 实际收获面积 只有313万亩 废弃面积占46.6% 1959年计划插秧450万亩 完成290万亩 实际收获面积 只有257万亩 废弃面积占11% 1960年计划插秧500万亩 完成290万亩 收获不到200万亩 1960年 沧县按上级分配的计划 在运河东中了60万亩水稻 用了760万斤稻种 由于水源不足 收获面积只有12万亩 收获稻谷120万斤 不到道种的六分之一 大搞封产方运动 是河北省的创造 所谓封产方 就是把一块第四周挖深沟 把土产上去 形成一个一个的平顶金字塔 在平顶金字塔顶和塔坡上 种粮食 据说这样做可以实现 毛泽东提出的少种 高产 多收 1958年 搞了大面积的封产方 1959年冬 和1960年春省里 提出无地不成方的口号 省农业厅在唐县召开了现场会 组织各地干部 参观30万亩小麦封产方和 8万亩甘薯封产方 1960年 省里提出种甘薯计划 1500万亩 后又增加了1700万亩 2200万亩 最后定为2000万亩 可是下面都是按 1959年灾鼠面积留的种 准备的地 1959年种1800万亩 劳动力又不足 难以落实省理的计划 有的地方就用听不听党的话 对党是否忠诚的政治压力 来推动种鼠 造成了春鼠下种 挖地栽鼠 拔了玉米 豆类栽鼠的现象 有的地方到7月底 8月初还在栽鼠 御田县城关公社 马头山大队 只有350亩的鼠重 而上级下达了1500亩的任务 结果荒地1200亩 1958年上级分配苍线 张新庄种水稻2000亩 由于没有水 只种了130亩 社员背着上级 把剩下的地种了玉米 高粮 公社管理区书记得知后 让社员把种好的苗拔出来 社员没全听他的话 秋后玉米丰收了 这位书记说 不听上级的话 多打粮食也不光彩 还从这个村 无偿调走粮食十多万斤 对立交粮不痛快 公社以反满产私分的名义 来了个大清脚 翻走粮食四千多斤 辩论了干部 撤了队长的职 共产风和瞎指挥 使得农业生产 遭到严重破坏 当然 这种破坏 早就在农业集体化时 就开始了 河北省的农业生产发展情况 可以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1950年到1952年 发展最快 土地改革 农民分得了土地 积极性空前发挥 第二个阶段 1953年到1957年下降 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生产资料 由农民家庭所有 变为集体所有 影响农民的积极性 第三阶段 1958年到1961年 由于共产风和瞎指挥 生产大幅度下降 河北省大案馆 存有一份省农业厅工作组 1962年7月1日 向省委提交的 一份调查材料 名为 苍州地区十个生产大队 农业现状调查的综合情况 调查人员选择的 十个大队是 苍县马洛坡公社的 钱里宅 孟庄子 张新庄 县县 墨南公社的 新北峰 豆三亭 杏园 宁金县 杜吉公社的 大苏 宿宁县 副佐公社 西干河 郊河县 与李王公社的 后照 和庆云县 城关公社的 冯甲 自然条件和管理上 兼顾了上 中 下三等 因而 这十个大队 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个材料 对上述三个时期 有比较详尽的描述 1950年到 1952年 三年共生产粮食 1784.36万斤 平均年产 574.78万斤 粮食产量 三年平均 递增14.3% 1952年 每人平均社会 占有粮食 683斤 每人平均口粮 416斤 1953年到 1957年 五年共生产粮食 2378.74万斤 平均年产粮食 476.15万斤 年产粮食 比上一个时期 下降了17.2% 1955年 是收成最好的一年 但每人平均社会 占有粮食 由1952年的 683斤 下降到609斤 减少了74斤 1958年到 1961年 四年共生产粮食 1354.78万斤 平均年产 338.69万斤 比第一个时期 下降了41.4% 比第二个时期 下降了28.9% 每人平均社会 占有粮食 1958年为 421斤 1959年为 492斤 1960年为 269斤 1961年为 238斤 1961年的人均社会 占有粮食 和1952年 1957年比较 分别减少了65.2% 和56.4% 西干河大队 是一个条件 较好的生产队 第三个时期 比第一个时期 还是增产的 1952年 粮食总产量 22万斤 国家征收 1.6万斤 1959年 粮食总产量 30万斤 国家征收 9.3万斤 由于人口增加 社员口粮 由1952年的 370斤 减少到 1959年的 280斤 而且1959年的 口粮中 有一半以上 是干暑 表11-1 1957至1961年 河北粮食情况 1957年 原粮 182亿斤 贸易粮 是158.26亿斤 争购 43.11亿斤 销售 是52.8亿斤 竟拥有 167.95亿斤 总人口 3670.13万 人均 竟拥有 457.62斤 1958年 原粮 201亿斤 贸易粮 是174.78亿斤 争购 64.36亿斤 销售 是64.01亿斤 竟拥有 174.43亿斤 总人口 3732.3万 人均 竟拥有 467.35斤 1959年 原粮 181亿斤 贸易粮 是 157.39亿斤 争购 71.54亿斤 销售 是 66.06亿斤 竟拥有 151.91亿斤 总人口 3791.33万 人均 竟拥有 400.68斤 1960年 原粮 146.5亿斤 贸易粮 是 127.39亿斤 争购 31.51亿斤 销售 是 43.62亿斤 竟拥有 139.5亿斤 总人口 3779.2万 人均 竟拥有 369.13斤 1961年 人粮 131.97亿斤 贸易粮 是 114.76亿斤 增购 32.51亿斤 销售 是 36.98亿斤 竟拥有 119.23亿斤 总人口 2795万 人均 竟拥有 426.58斤 资料来源 产量 增购 销售数据 取自1962年8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 粮食资料提要 总人口数 取自中国人口 河北 其他栏的数字 是本书作者 用上四项数据 计算出来的 11-1中的 竟拥有粮食 其用途包括 口粮 饲料 种子 工业用粮 后三项扣除 竟拥有的 约30%为口粮 如1958-1959年度 人均竟拥有 为467.35斤 其中口粮 大约有327.15斤 这是城乡平均数 扣除城镇 供应口粮后 农村人均口粮 低于310斤 再加上层层客扣 吃到农民嘴里的 就更少了 河北创造了 开吃饭大会的经验 河北省提出的 粮食产量计划 一直是很高的 年年不能兑现 研究粮食产量指标时 多市算如一账 在执行计划过程中 又多次变动加纳 全省粮食产量计划 1958年 从上年10月 提出208亿斤 下收后 又提高到300亿斤 将要秋收时 又提出保证450亿斤 争取500亿斤 一年之内 计划指标变了8次 按最后确定的 450亿斤的计划算 比1957年的195亿斤 增长了1.3倍 最后确定 1958年粮食的实际产量 为240亿斤 1959年的粮食产量计划 先后变动7次 最高曾设想1000亿斤 下达600亿斤 5月间修改为348.6亿斤 而实际产量 只有214亿斤 1960年 全省粮食计划产量 为320亿斤 实际产量 只有165亿斤 表11-1中 列出的粮食部统计的 河北省的粮食实际产量 数比河北省农业厅的数字 还要低 1958年 河北风调雨顺 庄价涨得很好 当时孤产总产量 450亿斤 由于上报的产量高 国家的争指标也相应提高 再加上几个月的大吃大喝 秋收粗糙 浪费了不少粮食 到了1958年12月份 一些地方就出现短粮现象 到了1959年初春 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 省委还认定农村有粮食 说缺粮的呼声 是生产队满产私分造成的 不顾农民饥饿的状况 省委继续提出了1959年的高指标 1959年3月14日 河北省委和省人委 联合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报送的 关于召开1959年农产品 购销合同会议的报告提出 粮食产量由去年的400亿斤 增加到600亿斤 争取800亿斤 争购指标是 中央确定 我省今年收购86.7亿斤 到102.1亿斤 包括大豆 如果我们能实现 收购86.7亿斤的计划 1959至1960年度 我省就可以大步 或全部包下天津的粮食供应 当时天津还不是中央直辖市 属河北省管辖 共产主义风瓜的最凶的 徐水县和它周围 1958年开始 就出现了大批死人的情况 1959年1月 徐水县有2447个浮种病人 死亡262人 徐水县荣城公社 浮种病人死亡了23% 经过检查的20个病人中 有三户缺锅 两户没有热炕 周县方官乡其黄鱼池村 从1958年4月到12月 共死亡57人 占该孙人口的9.6% 毛泽东表扬的安国县 严重缺粮 这个县五人公社五人大队 原孤产母产405斤 这是县城确定征购和分配的产量 总产38万斤 但拿到手的产量只有28万斤 比孤产少10万斤 应给农民留10万斤口粮 只留给4万斤 1959年4月 缺粮问题进一步发展 省委不得不承认粮食不足 但还说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估计粮食总产量 380亿斤左右 比1957年增加将近一倍 近几个月来 我们对总产量进一步核实了一下 大家认为 增产一倍的估计是高了一些 但总产量达300亿斤以上 比1957年增产50%以上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饥饿的现实 超过了省委的估计 1959年3月 黄华 仁秋 静海 沧县 武清等县 确量人口达80%以上 邯郸地区的7969个生产队 确量的就有6650个生产队 占83.4% 农民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食 其中主要是鼠肝 农民不得不以树皮 野菜充饥 永年县农民 因吃野草苍而死牙 造成127人中毒 16人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省委不得不放弃包下天津的大话 请中央再次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 按时按量完成 调入我省的粮食计划 此时中共中央对1958年的错误做法 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 河北省执行了这些措施 情况有所缓和 但是在1959年秋的反右倾运动中 河北省全省脱产的党员干部中 有5802人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和严重右倾帽子 省委候补委员 张家口市委第一书记格企 省委委员 承德地委第一书记王克东等 在庐山会议结束不久 就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全省八个地市委中 有三个地市委书记 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把1959年春天短暂的纠偏措施 当作右倾罪证进行全面清算 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 又点了一把火 沿路更加堵塞 五丰更加泛滥 生产力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 粮食大幅度减产 但是1960年的粮食争购任务反而增加 当时河北省农民口粮人均无粮左右 而且其中70%以上的干薯 五斤干薯 折一斤粮食 由于吃干薯过多 蛋白质含量低 因此1960年出现了大面积浮种 人口死亡率大幅度提高 1960年1月5日 粮食部在西安召开的北方14省安排人民生活经验交流座谈会上 河北省代表发言说 河北省委大抓三宝 一是增量法做饭 二是粮菜混吃 三是抓袋食品 1960年11月2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批转的保定市委关于发动群众开号吃饭大会的报告 中共中央的暗语说 所有灾区和非灾区都可以参考这个经验进行试点 取得当地直接经验后推广 保定的报告称 吃饭大会是为了贯彻低标准 刮菜带的方针 吃饭大会的经验是五个字 一约馆 县委书记 公社书记 必须当管理员 从按人头称米称菜 到家工作饭 售饭收票 一直到结算公布 都必须亲自参加 二约做 要发动所有干部 都当炊事员 参加搞增量做饭 制淀粉 三约吃 四约算 算这一顿饭吃了多少粮 每人平均多少 一天多少集够 五约安 按照三季度每天的用粮标准 计算清今后续用粮食署 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 安排生活 带食品能解决多大问题 1960年12月4日 是个星期天 张家口市委领导人亲自出马 组织4万多人到山川采集 种种野生杂物 不到10天 仅张家口市区 就有50多万人参加了 采集带食品的活动 山坡上涨的 平川里埋的 水底里游的 全部采集了回来 共获得战利品5500多万斤 带食品缓解粮食 不足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用带食品做的窝窝头 用火柴一点 即可燃烧 在宣化希望山 召开所谓吃饭大会时 时任张家口市委 第一书记的胡开明 主持了这次会 他的司机 吃了两个带食品的窝窝头 那还是拿到会上的展品 在带食品中属优质品 散会后刚刚把车子开到公路 他就觉得肚子里沉堕堕的 疼得像刀脚一样 汗水直往下流 胡开明看他这样 就让他停车 他怕耽误书记的工作 坚持开回市委大院 一开车门便挖得吐了一地 门诊医生说 亏了车子颠簸 把这些东西吐了 要是留在肚子里 飞出大病为可 吃带食品的农民病号日益增加 最常见的是长羹族 食物中毒也经常发生 以及来自制作人 Habermas 娱乐的温暖断 字幕志愿者 百中文静 氏 余乐的温暖断 死人 快刀 娱乐的温暖断 就算有个子 欢迎娱乐的温暖断